你好亲爱的朋友 今天,我将向您提供有关拉狐在天蝎座上升星座第三宫的影响的信息 如果您在这里写的是八号,那么您就是天蝎座 拉狐有三个观点 第五、第七和第九愿景 Rahu对天蝎座的后裔而言,大多是不好的结果 但是,如果拉狐坐在那里,那座房子的统治者,意味着那座房子的主人 在中心或三角形内,或者在一座好房子里,有一个吉祥的行星的景象 那不是说拉狐只会给坏果子 拉狐Rahu根据他的天性,将在其中提出问题,引误工作并破坏工作 由于看到了相同的吉祥行星,它们也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拉狐可以在他的Antirdasha和Mahadasha中给问题 它们还可以使本地人获得成功 Shani Vata-Rahu,表示Rahu与土星的结果相同 这样的人准时地将敌人抓住在他的肩膀上 当时间到来时,将敌人踩在脚下 这仅在天蝎座星座运势内部可见 由于火星的影响,当地人希望尽快获得一切 天蝎座是火星的标志 能量和容量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个芳星为爱的人 Rahu坐在土星的十二生肖中,然后他将在他朋友的十二生肖中 他坐在豪宅里,这成为一个好因素 这对年幼的兄弟姐妹非常有用 本地人将变得强大,这个人将从他的力量中获得一切 如果当地人受火星影响,那就太好了 仍然缺乏耐心 但是,Lahu-Rahu将坐在强大的房屋中,从而使当地人变得强大 从这里,Lahu-Rahu将在第七宫看待婚姻生活,那对婚姻生活也将有好处 即使Rahu在眼前,您的婚姻也不会破裂 这对生物人士也将有好处 Rahu会看命运,然后运气也会匹配 Rahu会看住利润之家,然后那里也会给出好的结果 本地人将为此感到自豪 如果有敌人,那么它们将会消失 要利用所有这些优势,必须检查土星的位置 如果土星在星座或三角形,中处于适当的位置 土星的作用力程度,或者如果有木星,金星或月球 这样的吉祥行星的视野,Lahu将取得良好的效果 天蝎座的上升点没有很,好的土星因子 如果土星受苦或虚弱,它将不会由年轻的兄弟姐妹组成 婚姻生活会有麻烦 您不会获得运气的全部好处 这个人会远离宗教,幸福会减少 与年长的兄弟姐妹的关系将很差 赚钱会有问题 可能还有心脏问题 与父亲的关系会很糟糕 因此,这是Lahu-Rahu在天蝎座上升族的第三宫中的结果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,以获取更多此类信息 谢谢